現在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些這個3D的作品喔 那你剛剛呢一進去之後 不是就有一個這個嗎 你都按一下Create 就是開始玩的 有沒有一個這個 這個 預設是 64mm就是6.4公分啦 那這個6.4公分大約就是跟你現在看到這個一樣 但是我這個大概是5公分的而已 有沒有 這是我們小朋友自行去做的 結果他6個面都有用 那你現在看到這些呢 像這些都是3D電源的作品 這個是多媒體的時候有跟一些電子零件做結合 像這個也是 像這個做馬達的 那像這個呢 我就是用我們這個3D4H做的 後來我還做成可以拆開的版本 像這樣子我可以拆開 因為你可以掛這邊 也可以掛在另外一邊 有沒有 這樣了解 好 就是可以拆開 然後呢 像這個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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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樂高的正版 正版長這樣 它 蠻好玩的 你們樂高應該都玩過有沒有 拆開是變這樣 那你把它結合起來 是不是就是一個愛心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呢 3D4H也可以做 這是放大版的 打開 對不對 你如果要自己做小的版本也可以 自己準備這個 有沒有 好 所以我們教材裡面會有這個 然後呢 另外呢 你看到這個 油桶 前一段時間不是有那個彎腰油桶嗎 對不對 這個 可以彎腰還可以拆開 不過這個被小朋友弄壞了 哈哈 我有做一個小的 在這裡 肚子可以翻起來 有沒有 印出來就可以翻 欸 所以其實 蠻好玩的啦 裡面是中空的 就跟你現在看到這個大的一樣 好大的一樣 就是你可以把它敲掉 這樣的話 你做出來是中空的 那其實 還有很多 那像這個的話 你現在看到這個兔子 這個是袋鼠嘛 然後像這個捅龍啊 這個 不是用這個軟體做的 但是他們練出來 就是可以動的 就關節是活動的 所以 有些人 會拿這個來做藥食圈 這個是網路上的 好 像在這邊 然後像這隻魚 有沒有 魚骨頭 也是會動的 有沒有 欸 所以 今天這些都可以送給各位啦 等一下我們再 抽抽抽 好嗎 然後呢 這個 這是人臉 我跟你講 這連 3D模型都不用做 有照片就可以做了 欸 最近大陸不是有流行那個嗎 有流行那個 把電影的 那個 主角 臉換掉 換成你自己的啊 有沒有 但是有人說那個 是 有一些問題的 就是有各自隱私權問題的 像這個就是人臉的 這是 連模型都不用 就是 只要有照片就好 然後印的過程就像這樣 裡面是中空的 那我們3D列印的 其實也是像這樣子 中間的過程啊 因為這都是印壞掉的 所以 我們大部分裡面 不會用實心的 因為實心的 比較浪費材料 印的時間比較久嘛 所以我們就會像這樣子 把它印成中空的 好 印成中空的 那這個呢 就是老師的上課教材 好嗎 我自己印的 因為這樣我要跟你解釋 SY軸Z軸 比較方便 這是在上一節課 我會用到的 等到他們下學期的時候 要講3D 我會用這樣來跟他們做解釋 所以會看得比較清楚 OK 這樣了解了 所以 我們 這樣 就沒問題啦